放耳邊呢 要幹嘛 當然是要堆坑啦 好不好 要放毒啊 只不過今天要 來到那個放耳邊 最 好不好 最厲害的下廚 呵呵 最厲害 我敢講你們不一定敢填啦 這個下廚啦 放耳邊現在要幹嘛 要來做那個 照燒去骨雞腿排 其實也不是做啦 就是把它煎一煎而已嘛 因為 這是之前我們錄影公司 曾經團購過 那其實 你要煎這個雞腿排 就是你不用放那麼多油 我坦白說 因為它的廠商來的時候 就是一包一包 那來的是冷凍的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 照燒去骨雞腿排 雞腿排去骨之後 其實已經幫你把醬料都醃製好了 很簡單你就把它剪開 放下去煎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對不對 這很適合這種 像放耳邊這種大廚好不好 像放耳邊這種 這種人就很適合這種 第一個我懶得去骨嘛 我怎麼會去去骨呢 我還去菜市場買雞腿 然後還要去骨 然後醃製 我怎麼可能對不對 我沒辦法 所以呢現在呢 就用這種 即將要開團的 即將要開團的 這個 這個東西 煎一次給大家看 好火可以小小一點啊 不要太大 免得為難了自己 好鍋熱了之後呢 你看 它每一隻雞腿排 其實都看這這麼大隻喔 都去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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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醃製過的 醃製過的 一般雞腿排你要煎的時候 像我這種人 我都知道 第一個有雞皮的地方先下去 就這一面先下去 因為有油 好 這樣下去 喔 有香味喔 有香味喔 香味出來了 好 你要煎一下 像這又是另外一個 這又是另外一個 廠商比較特別的是說 你看 它的口味有這麼多 有燥燒 有花雕 有迷迭香 泰式檸檬 香蒜 香蒜 然後有椒麻 黑胡椒 總共有七種口味 那每一個的包裝都是這樣子 然後都這麼大隻 都去骨的 就這樣子 今天我就是要煎兩隻 剛才是那個燥燒麻 那這個是 香蒜 香蒜 我小朋友喜歡吃香蒜 好 好 因為我沒有那個夾子 換其用夾子其實很好用 喔 你看看你看看 有沒有看到 喔 好好好 其實這個齁 我覺得很適合什麼 很適合一般的家居使用 當然露營也很適合 譬如說 我們今天要給小孩子帶便當 不知道要帶什麼 或是晚上想吃個宵夜 不知道要煎什麼 其實就 冷凍庫拿出來退冰 就可以直接煎一塊 都這麼大塊 OK喔 OK喔 好 我的雞腿盤這樣看起來應該是 好了啦 看起來只要是 有熟 油力一下 應該就OK了 好 你看看 香噴噴的雞腿排 日式照燒的雞腿排 OK 搞定